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今天呢 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再来介绍我们的西红柿酸汤 所以我们做一个西红柿酸汤冷面 很多贵州的美食不酸就不成菜 做冷面对面提供有什么要求 要硬一点的面吗 碱面吗还是什么 对面体来说要求不大 但对酱汁来说要求比较大 好比说你今天是面体比较粗 你的酱汁要比较浓 哇 酸汤做成冷面好好吃喔 好得劲 好 我们今天呢 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再来介绍我们的西红柿酸汤 所以我们做一个西红柿酸汤冷面 酸汤大家的吃法其实在贵州这边不外乎就是酸汤鱼啊 酸汤牛 酸汤火锅啊 对不对 那但是喝冷的 吃冷的比较少一点 对 所以我们今天稍微不一样 我们把它做成冷面 而且还和鲍鱼 对 在日本有很多的冷面 那日本的吃法是一个酱汁 它把它拨进去吃 对对对 那韩国有一个冷面 我印象最深刻 汉蒸布蒸出来之后 然后是热的钥匙 然后坐在那边 然后来了一碗冷面 那它的冷面几乎是什么 比如说是猪肉的汤底 或是牛肉的汤底 它是把汤煮完之后拿去冻 然后就让它慢慢解冻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酸汤本身它的味道很足 对 所以我们就把酸汤呢 把它做成冷面 好 那因为它本身的酸汤里面是带什么 就是西红柿嘛 所以西红柿来做成冷汤 好比说像意大利 法国它都有西红柿的冷汤 所以它就没有什么 让会有一些抵触的地方 在贵州其实经常会吃到酸 嗯 因为贵州缺盐嘛 缺盐为什么要酸呢 那它里面有钠里脂啊 钠里脂 酸里面有钠里脂 对啊 还是说泡菜啊 叫叫 就发酵过的食物当中有钠里脂 这些都是啊 都感觉到中国这么多省份 吃酸吃到已经 各个地方都有在吃出来的 对就是 贵州是非常仰赖酸的 就很多 很多贵州的美食 无酸就不成菜 嗯 好 这边来做一个蛋 酸汤可以说是贵州的代表 对 因为之前 然后你帮我 先放一点水进去 嗯 因为之前舌尖上的中国拍贵州特辑的时候 也拍到了贵州的酸汤鱼 还有吗 好 那你帮我把上面油的部分捞起来 你不要这个油吗 我不要那么多油 那个油还可以比如说你拿去 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 你如果没吃完 你那个油可以拿来利用 拌面 不要这么多油 对 吃冷的话油会比较有腻口感 哦 冷的就是要吃一个清爽 对 这边我会把它切成淡丝 那怎么会想到说把这个 熊柿酸汤和鲍鱼一起合在一起 因为韩式的冷面里面有鲍鱼啊 对 然后我也会放一些菠菜 让它比较清爽一点 我曾经在欧洲喝过番茄的酸汤 非常好 那它和我们中似的 它不是酸汤 番茄汤啦 就是酸汤 对 它就是几乎你可以喝起来 其实说真的就是番茄汁加点盐 然后加了橄榄油 那是用的油不能 对 我来试一下它的咸度 什么的咸度 酸汤的咸度 有点咸 再加水 好 红酸 嗯 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酸汤呢是怎样 是厚沙过的 什么叫厚沙 就是它放进了 刚刚你看到那个洗脖子袋 它就是基本上我们称之叫软罐头 它就厚沙过了 所以它其实是熟的 对 所以你可以把它直接兑水 它就变成是酸汤 好 好 好 你帮我准备这个 这个给我两个 水 你要洗面对不对 嗯 聪明 因为我们说是冷面 但是师傅为什么想要用空心面呢 空心面其实很像什么 很像瘦面 瘦面 就是面线 它基本上都是制成是一样的 这是三人份 这个大概是两人份 三人 这三人吧 我最近煮面总是煮多 真的喔 那你觉得我再少一点 这样这样OK 这样这样这样 好 不要浪费嘛 你这个放冰块 这个放冰块 对 都放吗 都放 然后呢 然后那水要给我 原水 空心面应该比较好煮 因为中间都是空 比较容易煮熟吧 嗯 它本来就好煮了 因为它的面是细的嘛 做冷面 对面体有什么要求 要硬一点的面吗 剪面吗 还是什么 对面体来说要求不大 嗯 但对酱汁来说要求比较大 好比说你今天是面体比较粗 你的酱汁要比较浓 对 那我们细的话 酱汁就可以带一点 我怎么会清你的 这么少 比较低筋的话 它就比较容易发抛 对 因为我们这是中筋贴点高筋 中筋面 就不容易发抛 对 然后是虽然细归细 还是有咬劲 空心面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面体 其实我如果说粗面跟细面 我比较喜欢细 尤其是空心面拿来做那个 我们的台湾的那个 麻油筋面线 非常好 最后一次 然后这一次就是等它再滚起来 好 煮面要记住出锅的时候 要让它水是滚的状态 对对对 整个线下去的 你那时候把它捞起来 会比较容易吃水 有点悬 因为面本来不就在水里吗 这不是油 温度低的话会不会吃油 温度低会吃油啊 对温度低面也会吃水 水也是可以吃的哦 对也会跑到里面去 所以它吃起来就有点水水 好那这边我们先揉 洗一下 这个洗的过程一是让它降温 二是把它的一些筋性给洗掉 不是筋性外面的淀粉 那个粉对不对 就是煮的比较软爛的粉 所以你看水开始变 温了 对那洗过之后它就很弹性 嗯 然后再把它放回来这边 它的因为冰块 它就让它蛋白质在结果 它的面就吃起来比较 比较有弹性 那这边来我们继续 菠菜 把菠菜放进 我们煮面的水里有盐对吧 我没有放盐 那现在要放一点 没关系 因为我们酸汤味道够重 然后这边我把鲍鱼放进来 鲍鱼这样大概要穿多久呢 用大火 大概20秒到30秒 我的习惯 有人会放到一分钟也行 这个鲍鱼拿出来 先把冷汤倒过去 拿汤匙 要多少 为什么要拿汤少了 就是希望你拿起来的时候 不要记一下 对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会弄到旁边去 就不会那么难看 这个鲍鱼拿出来 把鲍鱼干取下来 洗干净 这边有个鲍鱼水已经拿掉了 可以 鲍鱼水在这个地方 鲍鱼水那是苦的 不是 有塞牙齿 但是它的鲍鱼嘴 吃起来口感不好 鲍鱼嘴都挑掉了 嗯 这个我跟你说 这个很好吃耶 尤其夏天的时候 来一碗这个冷面 我跟你说 清凉消暑 要把这里的水抖干对吧 不然它会稀释到汤的味 那一碗那个 则去黑色 这就会是很喜欢的 黑色 太烫 你看看是不是刚刚好嘛 少了两万吧 这个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面 这蛮字实的 对 那这个把面盛出来放进去 是不是也有这个 所谓把它铺上去的技巧 就有些人他把面 盛到碗里很好看 有些人就很丑 当然了 像毛线球一样 但是怎么样 有一个什么样 一个正法吗 左右左还是怎样 左右左 铺上去嘛 没有啦 你就稍微要稍微注意就好了 好吧 菠菜和红汤很搭 还有这个蛋皮 这待会儿吃的时候 一剥开菠菜就在酸汤里 这鲍鱼好吃 脆软 你喜欢吃鲍鱼吗 喜欢但是 是我感觉 我没有吃过冷的 真的哦 你鲍鱼都是热的哦 就是汤或羹里面 日料里面很常会吃鲍鱼啊 让鲍鱼脆爽的好吃哦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鲍鱼酸汤冷面 你看 来 开不开胃就在一瞬间 把它剥开 夏天吃这个一定很清爽 对啊 清爽又振奋 然后最主要又可以补纳鱼脂 嗯 对不对 因为夏天出汗容易拖延了 谢谢师傅 没有吃过冷的鲍鱼 嗯 好特别 那你吃的都是那个 发过的鲍鱼 对它就是一般就这种小中 盛上来的那种汤 好来 先吃一块鲍鱼 脆爽 好不好吃 嗯 跟你所吃的那些 天天的鲍鱼都不一样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来冷面 嗯 哇 如何 酸汤做成冷面好好吃哦 好逮劲 嗯 我感觉我醒了吃这个酸汤做了冷面 尤其是在炎热的时候你如果吃到这个冷面说真的一方面你会有食欲啊 嗯 嗯 好 嗯 那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把酸汤放在这边 像日本一样这样很沾的吃也行 也可以 但我今天做的虽然是 嗯 因为我们的酸汤 但是我的方式比较偏向韩式的 嗯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 下次可以用日式的方式来试试看 因为 啊 空心面也好 酸汤也好 这些东西在夏天里面有吃凉的 你会觉得很清爽的素 对 所以你吃完之后你嘴巴还会流口水 然后酸汤也可以喝 酸汤也可以喝 嗯 对它不是说只有单纯就是把它当成单酱而已 对 刚才喝起来蛮过瘾的 哦 如果说你今天在 炎炎的夏天你发现你没有什么胃口 但是你又懒得进厨房 然后或者是你进厨房之后你又不希望厨房很热 大火呀什么的 这个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大家试试看 慢慢接近所谓的小鼠 嗯 那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叫做黄鳝两面黄 好像鳝鱼当中维生素B群还蛮多的 鳝鱼也是啊 对吧 对对对 所以B群是一个什么解除疲劳 最好的 然后酒黄给我们的油麦菜放进来 香 哦 牛黄很好吃 嗯 嗯 煮完之后下去两面煎一下 它的香气就会不一样 嗯 嗯 香很香 现在慢慢接近所谓的小鼠了 嗯 那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叫做黄鳝两面黄 那为什么要吃这个呢 因为其实到了夏天啊 很多时候大家比较没有食欲 所以你如果说可以吃一些滋补的东西呢 它有又香气又足呢 又带点水分就很香气 它是很好 所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比较有序 是夏天池塘水满是吗 就会有一些黄鳝啊 东 东并下火 东并下火 对 你夏天把自己处理得好 你到了冬天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哦 这是一个 然后当然鳝鱼在这段时间呢 也刚好是它可以吃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那在日本比较有趣啦 日本它不吃黄鳝 因为日本比较少黄鳝 但日本吃什么 吃什么 鳝鱼 那在台湾有一个鳝鱼意面 鳝鱼就跟黄鳝是一样 其实功能上也差不多 因为除了肉质稍微不同的一样 它都是有这些粘膜 好像鳝鱼当中维生素B群还蛮多的 鳝鱼也是啊 对吧 对对对 所以B群是一个什么解除疲劳最好的 所以在日本有一个就是他们在吃鳝鱼的时候 他们会每次都会讲说夏天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最近工作比较累 就是说我该吃点鳝鱼饭 对 那如果我们在台湾就会吃点鳝鱼意面 对那我就觉得如果大家觉得最近有点累 不妨你也可以试试看 吃一点鳝鱼啊 很方便啦 在这边要吃鳝鱼其实很方便嘛 对 我还记得我们这次隔离在上海 我们也点了啊 黄扇面 我不是点面 那点的是 我点那个扇糊 扇糊是什么 扇糊就是把扇鱼做完之后 它会在你面前把油淋进去 有没有 而且扇糊也是我从小很喜欢吃的 它就是扇鱼炒完之后对不对 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然后上面会放姜丝 对 然后有些蒜末在那边 然后那个人就会拿一个油 他把那油弄得很热 在你面前 这是您点的扇糊 然后我就 这样 那个是我很喜欢吃的 扇鱼还有什么 脆扇 脆扇鱼是我很爱的 脆扇是什么 炸的吗 炸到脆到干干的这样 吃起来他们就 我那也做 就是扇鱼干像小鱼干一样 它 就它是 它几乎是 它的扇鱼超这么大一条 然后都炸完就卷卷的这样 然后这样砍这样 然后有时候外面还会弄一点糖衣 然后上面还撒一点 你最爱的芝麻 白芝麻 对 那也很贵 所以扇鱼对我来说 对你来说不陌生吗 对我来说完全不陌生 对我来说也不陌生啊 真的啊 就是如果要是家人 黄池会吃吗 会吃啊 就如果有家人比如说去 乡下走亲戚然后干嘛的话 就只要回来 不是一定会带的 比如说会有 鸡 土鸡 把整只鸡带回来 然后还有土鸡蛋 就是看季节吧 有的时候会有扇鱼 先把它对切 扇鱼拿到手的时候 要有点黏性啦 但这个黏性 其实对身体是好的 那你也不太需要它去抗拒它 那但是你要把它洗干 就是水洗把它稍微洗干净 是不是有那个红的 新的东西 那待会我会把它洗掉 那它中间有一个 类似像骨头的东西 那是可以吃的 对 但像这种 扇鱼说真的 我们家好像就是 我跟我爸爸都在洗 我还挺爱吃扇鱼的 真的哦 我喜欢就是比如说扇鱼汤啊 扇鱼面啊 红烧扇鱼 哦 那你自己会做吗 不 不会 我没做过 因为这个菜是我姐姐的拿手菜 拿手菜 对 你洗的拿手菜你就不能做了 对 没有我就觉得 忍者多劳 我就做一些别的啦 嗯 扇鱼其实需要花时间去洗它啦 对 血水 它都很容易会 吃起来有点带腥味 你再帮我准备一个两个 好 好 那我现在里面都有一些血水 对不对 那我要另外一个清洗它的方法 我可以先把它拿过来 好 那我这边可以撒面粉进来 让面粉来洗它 去脚质一样 嗯 然后再把它放进来 它就会被面粉带走是吗 嗯 它的黏膜会稍微带走一点 然后它的腥味会带走 那这边就是一样抓 干净很多耶 嗯 好 这在洗最后一次 我们就可以 来腌扇鱼 好 再给一个水一碗 要水吗 要 好 那这边放点酱油 盐 糖 胡椒 芝麻油 酒 然后稍微抓腌一下 然后这边放一点玉米淀粉 没有炸的 嗯 过一下油了 高温 好 可以把它滤出来 这大概是几层熟呢 还是都熟了 嗯 将近熟还没有完全熟 好 它这个香的香气 香也很香 很香了嘛对不对 好 先放这边 那我们就可以来准备 面的部分 两面黄的面条 有没有什么讲究的 选的品种 都可以 细面 不能用粗面 嗯 对 加进去吗 嗯 一匙 嗯 好 那这边 还有一点鱼油 对 接下来呢 把香菇放进来 你这边面帮我准备 要帮我看一下 好 我帮你看面在这边 好 来 这边 我们把木耳 然后笋放进来 好 这边我们可以放点姜 然后来一点蒜 欸 水水水水水水 你怎么在在看 我看你草在 你看我草在干嘛 看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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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友 你看你人 你不要看我 你看女人 很香欸 酒 米酒 水 北 北一点 嗯 哈哈哈 差不多 而捞起来 好 看我这边再来放糖 來 胡椒 好了嗎 好了 這邊 我們來煎兩面黃 這是小鼠的料理 對 稍微微微一下 這個兩面黃 我之前是在上海在吃的 我很喜歡 它就是煎得這樣酥酥脆脆的 來 你幫我要勾芡 好 酒房用的油麥菜幫你 下 可以決定 好 這是醋 這是醋 這是醋嗎 剛剛下一次 好了 好 這邊好了之後 我把它淋上去 那個酥酥幫我拿走 好 很熱鬧的一道菜 待會兒吃的時候 你就會很喜歡 它在嘴巴裡面的味道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做的黃扇 來吧 試試看 把它麵拿起來 它有煎過的麵 香氣會比較有 然後 扇魚 好香 好香 謝謝師傅 師傅做的鮮魚是脆彈的 很脆口 你姐做的不是脆口嗎 多軟 有點軟 沒有 鮮魚不是要脆脆的嗎 可能是煙的時候有點腸 是喔 這個黃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煮完之後下去兩面煎一下 它的香氣就會不一樣 那我剛剛一直有講到就是 我們現在進入到小薯 開始會先炎熱 那我們總希望說可以吃得了東西 那這掛點湯湯水水的東西 一定會比較好吃 對 這是一個 再來 那個麵經過 兩面煎過之後 你就覺得那個麵 最想做一個香味出來 所以 廚師也好 或是做菜給旁邊的 家人朋友吃的人 由於你在想就是一個就是 怎麼讓它可以吃得更好 對 一點小小的 盡盡計較 可以讓它食慾大開 有沒有 尤其是我這一次 才真的聽到所謂的 冬病下醫 對 我會覺得哇 這個想法很好 你在對的情況下 它吃到最對的東西 你的身體自然就會好 嗯 夏天到了 慢慢開始熱了 開始活動量也大了 它其實對身體都非常好 因為它本身裡面的蛋白質 還有維生素B群 它裡面的一些鐵質 它都是對 對這個 這個人體非常好 然後 所以說冬病夏治 其實很重要 好 這個麵把那個 你剛剛欠過的那些 筍的呀 骨子的 湯汁都 掛上了 如果沒有煎過的話 它可能還不能掛這麼多吧 少那麼多香味 就很認真在講 好 好